欢迎来到明暗追踪 今天我们讲一起陈年旧暗 都说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 因为女人经历了怀胎十月 经历了痛苦不堪的生产过程 才有了新生命的诞生 但是总有那么极少数的母亲 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谋害自己的孩子 苏珊·史密斯、尼克拉·普利斯特 以及很早之前我讲过的达利·鲁特尔 都是这些暗间的代表人物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母亲 丝毫不屑于上面提到的这三位 那么这位母亲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话不多说,一起来吧! 在遥远的美国有一个遥远的小城 小城的名字叫Springfield Springfield位于美国的俄勒冈州 人口大约6万人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伊丽莎白·戴安·弗雷德里克 就生活在这里 伊丽莎白于1955年8月7号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出生 她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里的长女 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伊丽莎白的母亲威拉丁 在17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她 而伊丽莎白声称 她的父亲韦斯利 在她年仅12岁的时候就开始猥亵她 1968年 在伊丽莎白13岁的时候 父亲韦斯利一边开车 一边试图猥亵她 真是一个恶心的老司机 不过幸运的是 当时的一名警员正好开车经过 并且叫停了韦斯利的车 尽管面对警员的询问 伊丽莎白否认了父亲在侵犯自己 但是看到已经衣衫不整的伊丽莎白 警员还是把韦斯利叫到一边 单独进行了谈话 自此以后 韦斯利再也没敢有过分的举度 伊丽莎白也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把中间名戴安作为自己的名字 象征着自己的重生 1969年 14岁的戴安爱上了隔壁街的邻居 16岁的史蒂夫·唐斯 尽管家人极力反对 叛逆的戴安依然不顾一切地和史蒂夫交往 为了教育好戴安 趁着史蒂夫参军的时候 父母把他送进了太平洋海岸圣经学院 但是戴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四处招摇的性格 让他在这个严肃的圣经学院里 虽然显得离经叛道 但是却特别受男孩子欢迎 在圣经学院里待了不到一年 他就和不同的男同学发生了关系 给远在海军部队里的史蒂夫 上演了绿帽子戏法 而戴安最终也被学院踢了出去 1973年11月13号 18岁的戴安和从海军退役回来的史蒂夫结婚 不过这档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苦涩 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 两人因为钱的问题经常吵架 而戴安招摇的性格 也让史蒂夫颇为不满 逐渐对他冷淡了起来 结婚的第二年 戴安故意没有吃病院药 让自己怀上了史蒂夫的孩子 他希望通过孩子 赢回丈夫的关注和爱心 1974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丁出生 1976年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谢丽尔出生 但是史蒂夫却发现 戴安只管生不管养 对孩子们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母爱 用史蒂夫的话说就是 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通过生孩子 来让自己开心的女人 两个孩子出生后 史蒂夫觉得已经够多了 暂时不打算要孩子了 于是她干脆做了结杂手术 不过令她吃惊的是 很快戴安又怀孕了 不过这次不是戴安的问题 她后来去医院检查得知 是因为自己的结杂手术做得不成功 所以妻子才意外怀孕的 不过这次 戴安做了人工流产 没有要这个孩子 戴安对史蒂夫的结杂非常不满 她非常希望再次怀孕 既然自己的老公不肯帮忙 你猜戴安会怎么做 很快戴安再次把肚子搞大 这下史蒂夫无语了 她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戴安也跟她坦白了 是她和一个19岁的小伙子 罗斯菲利普斯一起造的小baby 不过心软的史蒂夫还是表示 自己愿意接纳这个孩子 把他视如己出 戴安的第三个孩子 丹尼出生 新生命的诞生 也没能挽回他们的婚姻 一年之后 史蒂夫选择了和戴安离婚 三个孩子由戴安抚养 不过很快她的邻居们就意识到 戴安经常对孩子们不管不顾 自己出去的时候 就让才六岁大的女儿 克里斯汀照顾着弟弟妹妹 并且只留给孩子们极少的食物 好几次几个孩子都饿到 跑去邻居家讨吃的 而且表示害怕自己的妈妈 当这位邻居们不能帮忙的时候 戴安就干脆把自己的孩子们 丢在亲戚家里寄养 而离婚后不务正业的戴安 总算在1981年 才在邮局找到了一份投递员的工作 综合目前来说 可以看出戴安擅长两点 生孩子 阔虎 只生不养 和泡男人 用戴安自己的话说就是 不过很快 你就可以看到他擅长的第三点 撒谎 戴安发现了一条致富洁境 那就是通过自己特殊的 非常容易怀孕的体制 做一个待孕妈妈 不过想要做一个待孕妈妈 还必须满足一些标准 包括不能服用过违禁品 不能有过流产 不能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 但是戴安不仅经常服用违禁品 而且也流过产 在做精神评估的时候 也两侧被检测出 有一定的精神问题 戴安隐瞒了所有不符合条件的地方 最终成功地给客户生了孩子 拿到了一万美元 在80年代来说 也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当他生完孩子 回到邮局上班时 戴安的注意力 又放在了周围的各个男人身上 这其中的一个男人 尤其让戴安无法自拔 他就是戴安的同事 罗伯特 罗伯特是一个有妇之夫 也是一个标准的渣男 作为同事 他当然知道戴安是什么样的人 和他在一起 纯粹就是玩笑而已 但是戴安却不肯罢休 坚定地要罗伯特离婚 甚至威胁说 要杀掉他的老婆 以便两人可以在一起 罗伯特受不了戴安每天的纠缠 最终搬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俄勒岗州 但是罗伯特太小看戴安了 戴安每天依旧给罗伯特写信 尽管全部都被无情的退回 戴安依旧不肯放弃 最终也开车18个小时 带着三个孩子 搬去了俄勒岗州 罗伯特在见到戴安后表示 自己不会离婚 更不会和他结婚 因为戴安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他自己不喜欢抚养孩子 希望戴安不要再纠缠下去 在得到了罗伯特的回复后 戴安的心中 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1983年5月19号 在晚上10点48分左右 10年27岁的戴安 开车来到了医院 满身是血的他大声呼救 表示自己车里的三个孩子 刚刚遭受过枪击 在将孩子们送去急救后 医护人员发现 7岁的谢丽尔已经离世 8岁的克里斯丁身中两枪 命宣一现 当时已经无法讲话 3岁的丹尼后背中枪 下半身已经瘫痪 而作为妈妈的戴安 手臂中了一枪 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大量警察也很快赶到了医院 探员们开始仔细地询问戴安 而戴安在给探员们 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几个小时前 戴安接到了自己男友的电话 需要他过去取一些照片 该男友不是罗伯特 他同时和不止一个人在约会 戴安于是带着三个孩子 开车出了门 拿了照片后 回家途中 顺路去了一个女性朋友的家中 看着他新买的小马 之后戴安离开了朋友的家 但是此时的戴安表示 他并没有直接开车回家 而是想去附近看一下夜景 于是戴安一边听着80年代的金曲 饥饿如狼 一边在茫茫的夜色中 慢慢地开着车 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戴安表示 自己在路边看到了个头发蓬松的男人 向自己招手 于是他不顾自己的三个孩子 还在车里睡觉 把车子停在了这个陌生人前面 接下来戴安表示 该男子掏出一把枪 在没有开车门的情况下 把枪伸进了车子 对车子里的三个孩子 拎开竖枪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随后反应过来的戴安和该男子搏斗 把他推开后 该男子朝他拎开两枪 其中一枪击中了他的胳膊 他忍着痛 假装把车钥匙丢去远处 在该男子跑去抓钥匙的空档 戴安快速钻进了车子 飞奔着开去了医院 探员们发现 戴安在讲述的过程中 表情平淡 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 一滴眼泪也没流 这种奇怪的反应 在医院急诊室的医生这边 也得到了印证 当医生告诉戴安 三岁的丹尼背部中枪 下半身可能会瘫痪时 他的反应却是 他以为枪击的部位是心脏 并且表示 对自己的仙车被血弄脏了 很不开心 似乎在他的眼中 车子都比孩子重要 在探员们的要求下 戴安给出了嫌疑人的样貌特征 表示该男子 20岁出头 白人 头发蓬松 讲话发言很标准 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 警方也迅速将该信息 通过媒体发布 同时希望社会大众 提供任何有关的线索 而通过仔细地勘察案发现场 警方这边 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首先案发的地方 是一处非常偏僻的小路 什么样的女人 会在晚上9点多 带着三个孩子 来这么个地方欣赏夜景呢 其次 也有哪个正常人 会在车里有孩子的情况下 在夜里 在人际罕至的路上 停车搭坏一个陌生男子呢 而该男子 又是怎么知道 车里有三个孩子呢 这段小路没有路灯 在当时的情况下 应该是一片漆黑 但是戴安表示 自己停车的时候 把车里的灯打开了 所以该男子 才看到了车子里的孩子 但问题是 既然该男子是要抢车 他为什么不先 从戴安手里抢车钥匙 而是一定要把 手无寸铁的三个孩子击倒呢 根据戴安的说辞 该男子 在未开车门的情况下 直接对着车里的三个孩子开枪 但是见识人员发现 戴安是在说谎 戴安的车 是一款红色双门的 Nissan Posa 在副驾驶一边的车门外侧 发现了七岁的 谢雷尔的血迹 如果真的向戴安描述的 孩子们都在车里 那么怎么解释 车面外侧的血迹呢 警方派出大批人员 在现场附近搜索 但是只找到了一些 022口径的弹壳和子弹 凶手用的枪却一直没有找到 不过戴安的前夫史蒂夫 和亲人罗伯特都作证说 戴安之前有过一把 022口径的手枪 通过调查枪质购买记录 警方查到了戴安 之前在亚利桑那州 的确购买过一把 022口径的鲁格手枪 通过搜查戴安的住所 警察们虽然没有找到那把枪 但是却找到了相同口径的 022子弹 通过比对正式和案发现场的移植 在戴安的家里 警方也发现了戴安的日记 里面写满了自己 对同事罗伯特的迷恋 之前一直困惑警方的作案动机 也逐渐开始明显 戴安可能是为了罗伯特 打算抛弃自己的三个孩子 更让人心寒的是下面的一条线索 警方接到一对夫妇的电话说 案发的晚上 他们的车就开在戴安的车后面 当时戴安的车速 并不是像他描述的那样 飞速驶向医院 而是归宿前进 速度大概是5-7公里每小时 所以这对夫妇在忍了两分钟之后 他终于忍不下去 从后面超车 所以他们很清楚地记得戴安的这辆车 而且到达医院后 医护人员发现 戴安受伤的手臂上 完好的包裹了一条毛巾 相比之下 对于自己身受重伤的三个孩子 戴安却没有任何的救助措施 可能在戴安眼中 自己的手臂远比孩子们的生命更加重要 案发的四天后 警方要求戴安在车上演示一遍案发过程 戴安欣然同意 没有人能想象 几天前才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的母亲 可以如此谈笑风生 表现得如此轻松自在 在开始前 戴安和特地在车子里照着照镜子 即便自己打着绷带 即便两个孩子依然还在重症监护室 即便自己的二女儿已经离世 但是只要能出境 只要有人关注 似乎这些烦恼 戴安都可以抛去脑后 结合戴安诡异的轻松 以及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证据 警方已经可以确定 凶手就是戴安 但是他们并没有打草惊蛇 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 克里斯丁 作为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之一 三岁的戴妮太小 不能出庭作证 而十年八岁的克里斯丁尚在恢复 只有她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准备好了 警方这边才会亮出这个底牌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继续搜集证据 而戴安这边也没闲着 她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致 不断接受各个电视台的邀请 她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 而社会大众也通过各个采访 开始对戴安这个受害者母亲的角色 提出了质疑 这个母亲完全看不出有一点难过的样子 人们开始怀疑戴安也许就是凶手 因为一个骗子 如果话说的太多了 真的很难圆自己的话 甚至连戴安的父亲也有痛感 最明显的是 警方对戴安进行了多次询问 她的证词不断变化 从一开始的不认识凶手 到后面说袭击她的其实是两个人 又到最后说袭击她的是一个人 但是她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过不想告诉警方 这位老师突然说 好 没有理由在你的心 你不认识在这件事吗 因为我没有做到什么错误了 没有改变 如果我拥得 你才能够找到你的孩子 我发现了什么我可以 我认识 你会接受 如果不是你 我认识 我认识这个工作 从你们看得到 我必须带与我来带我 我会给你自己 因为我认识谁做的 你认识谁做的 对,我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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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的名字吗? 对,我确实 你看到他撕了你的孩子吗? 对 很重要 我看到他抓了我的手,把我的手撕掉 把我的手撕掉,然后说 现在要去脱离 然后我离开,因为我知道他做了 再见 时间现在是17.46 Diane已经离开公司 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克里斯丁慢慢康复了起来 在专家的研导下 他也划出了案发时候的情景 表示是自己的母亲Diane开的枪 1984年2月Diane被捕入狱 警方已意见谋杀罪 起诉了Diane 但是在开庭前Diane再次用他的无耻 刷新了人们对他的认知 Diane表示自己喜欢孩子 所以在一天晚上他拿了一瓶威士忌 敲开了自己之前送信过程中 认识了一个男性的家门 在一番言语过后 他又怀孕了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怀孕了 挺着大肚子的他 依然很享受美光灯下 大众对他的关注 他忍不住的全程微笑着 并且对媒体的采访 来者不拒 1984年5月Diane开庭审理 法庭上 克里斯丁指证了自己的母亲 表示案发当晚 Diane在郊外停车后 走去了车的后备箱 拿出了一样东西 随后他开始了设计 检方认为此时坐在副驾驶的谢利尔 醒了过来 他打开了车门 试图逃走 但刚下车就被Diane两枪命中 当场离世 所以他的血迹才见到了车门外侧 由于事实证据充分 Diane毫不意外的被定了罪 法官判处他无期徒刑 外加50年有期徒刑 但是Diane真的永远都会给你惊喜 在入狱的三年后 他竟然逃狱了 Diane在逃走前 仔细研究了狱警的轮班时间 用自己的衣服当垫子 轻松翻过了布满铁丝网的监狱高墙 Michael Scofield知道了 还不得哭晕在厕所 警方在Diane的牢房里发现了一张白纸 通过技术分析 他们发现在这张白纸之前的一页 曾标记过一个地址 该地址是Diane的一个女性育友的丈夫的家 警方来到了这个地址 在里面发现了隐藏在卧室里的Diane 由而Diane在监狱里聊天的时候 得知了育友的老公 就住在距离监狱不远的这个地方 而Diane一出监狱就直奔这里 并且毫不意外地搞定了育友的老公 让他心甘情愿地替Diane隐藏了10天 这次的越狱让Diane的刑期又加了5年 而且再次引发着全民关注 甚至还登上了奥普拉的 在Diane被判刑的10天后 她在医院里产下了自己的第4个孩子Amy 最后Amy被一对夫妇领养 并且改名为Becky Becky在11岁的时候得知自己的母亲是Diane 在成年之后和Diane有过几次书信来往 遗憾的是Diane在书信里始终不肯承认事实 母的二人最终也断交 在法庭上指控Diane的检察官弗雷德 在庭审后领养了Diane幸存下来的两个孩子 在弗雷德的教育下 Diane的大女儿克里斯丁在读完大学后结婚 弟弟丹尼虽然下半身瘫痪 但依然完成了大学学业 两人都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2008年和2010年 Diane连续两次申请假释都被拒 以为她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凶手 不断改变案发当庭的故事 她最近的一次假释申请是在2020年年底 但是疫情的原因推迟到了2021年 暂时也没有关于Diane消息的更新 现年已经66岁的Diane被关押在加州的山谷州立监狱 也许她会被假释出去 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监狱才是这个恶魔母亲应该一生中老的地方